那为什么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 我们开始考虑需求车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开始改变一些看法 我们不认为说我们要去大规模的 大水满贯的去刺激这个需求 我们要考虑这个 我们把需求的管理要跟供给车的这个管理 要有机的结合起来 那么这显然这个当中是有一个 非常长远的一个战略目标在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理解 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可以更好地去认识 现在这几年即便在疫情当中 就是整个经济的这个表现 其实它带有一定的连续性 这也是我想高层在这些年当中 希望出现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就是希望这个经济避免大起大落 那避免我们用未来很高的代价 去保持一个短期的操场的繁荣 谢谢大家